怎么办呀 打不通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呀 梅雅 也许是偶然 心跳有些慌患 欧阳 现在这么晚了又打不到车 你想让他被淋死吗 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他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欧阳 我藏起了 对你的影 能 忽然间发现 心被你填满 小心的是他 寻找着答案 没有 想掉我的船 渴望能靠岸 在大风浪 也不能阻挡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开门 吹吹浮华的简单 迟到永远 上车 护士 他怎么样 患者是肺部感染 还好你们送来得比较及时 如果再这样烧下去 后果会很严重 他现在一般的消炎药 引起不了作用了 我们给他打了有 针对性的消炎药 很快就会起效果了 谢谢 打完这瓶告诉我啊 还有四瓶要打 好 欧阳 不论你之前和林美亚发生了什么 毕竟他现在病了 我们理应留在这里照顾他 放心 我不会介意的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等我 我去你 如果给你买点吃的 小笔 等你 你一辈子 想得到你 你还对付出 我来 你还在了 你还在那里 你还在那里 Town 你能不能把他 董事长 您们要在雨中晕倒 现在医院罪无感染 严重吗 已经上了点滴了 很快就能退烧 把位置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最不希望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最不希望你难过的人也是我 但是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不敢看你的眼睛 我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 相比告诉你真相 我宁愿你恨我 我宁愿你恨我 但是现在看来 是不是做错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哥哥守着你